今日,之前一直不知道,身在何处,的马荣突然现身,接受有关媒体的专榜,并声称和王宝强一直还在联系,王宝强依然还爱着他。 首先,他强调了他与宋哲只是同事关系,对于这点网友吐槽,他也是强行洗白了吧,明明法院都已经正式了马荣和他人有两性关系才判定的离婚,马荣对媒体证,王宝强还一直深爱着他,并有聊天记录让采访者看。 从聊天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出,两个人离婚后确实有联系,不过两人联系的内容都是为了孩子,但是他又说,王宝强是为了炒作彩礼的婚,表示自己很无关,而且还指出王宝强曾经出轨过一个心流的女人,小编表示这波操作我就看不懂了,从事发到现在快两年的时间了。 这剧情怎么越来越复杂了呢?既然王宝强以前都出过轨了,那么现在为什么还深爱着他呢? 马荣表示之前王宝强出轨,自己是为了孩子,为了家才忍气吞声的,瞬间一个为爱忍气吞声的伟大母亲的形象就出来了,但是真实度还得有待考证,如果他拿出的记录是真的话,我只想改叹王宝强确实是一个好父亲,不过有的网友表示, 如果却又有阴影了,那样的话,小编就感觉剧情将会更加复杂了,也不知道王宝强方面,会不会对此做出回应。 窟友 hotel